2 3 4 胡适中 24岁 大家晚上好 我叫胡适中 来自美丽的河南郑州 那我是18岁开始创业 做过酒吧 开国民宿 19年涉及新媒体领域 主要是做这个复发IP 那我现在复发的IP 全网超过三千万粉丝 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呢 想寻得一份商务公关 以及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工作 谢谢 好 欢迎你 世忠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 好嘞 你也是为数不多 主动把这个夹子打开给我的选手 非常的细心 世忠 你在这个简历当中 说自己不是在谈判 就是在去谈判的路上 那今天录制之前有谈判吗 有 我刚给摄像谈判完 跟谁 摄像老师 跟摄像谈判 对对对 怎么就那么喜欢谈判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天生的吧 反正说话我就感觉特别开心 有成就感 你指的谈判是什么呀 我做传媒公司的时候 我首先是做的是应聘 我每天不是在应聘 就是在应聘的路上 我创这个 那一看你这人生一天就两条路 谈判之路和应聘之路 对 今天应聘之路来着 没有这个算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比较正式的一个应聘 因为我之前我们是 做新媒体培训 所以说我需要找到我的对标企业 帮他们做一个筛选 帮他们做一个信统化的分析 行 你说的挺直接的 来 告诉一下各位企业家 你今天想找的是什么岗位 商务公关以及新媒体运营 期望薪酬 薪酬的话我希望的是10K 工作地点呢 这个不限 你这个酒吧算是你第一个创业的项目 对 那年你多大 18岁 18岁开酒吧 对 怎么就想到开酒吧呢 因为我当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我如果去一个酒吧的话 他就是一个圈子 那他的传播效应比较强 当时就想着 那我开个酒吧过来 那就朋友拉朋友 咱就一块在一块玩呗 然后那我一想这个点 你家庭条件怎么样 我家庭条件 正常家庭吧 那你酒吧当时的创业资金 启动资金谁给你的 那个是我拉的朋友的投资 朋友是看中你身上什么特质和能力 给你投的这笔钱 因为当时我给他做了一项分析 就是说我们现在去投入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回报周期 包括我们一个运营规划 然后做出来之后 他看了以后他觉得不错 当时我也是带他去酒吧玩了几天 他也觉得行 我觉得也可以 所以你的就是擅长谈判这点自信也来自于这儿 你就挺能跟别人聊的呗 能够说服别人是吧 差不多可以这样 差不多啊 这算是刚刚开始是对吧 对对 好这笔投资启动资金是多少钱 花了将近四十万吧 你十八岁的时候投给你四十万 对 然后一四年到一五年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酒吧就倒闭了 就转让了 是吧 对转让 为什么原因转让 因为当时谈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爱玩摩托车 我是重度这个机车爱好者 我一开始呢 只想着去经营酒吧 那后来的话 玩心也重了 全国各地啊 骑摩托车出去玩 你又跟女朋友玩去了 酒吧就撒手不管了 对 那你最后转让之前 人家的投资收回去了吗 收回去了 我们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我就把所有投资款 给收回来 你最后盈利了吗 盈利了 盈利了多少 三十万 怎么又干了酒店了呢 分手了嘛 分手了 然后就想着去厦门 去留一圈 玩完以后 准备回家的时候 我去那个逛贴吧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老板 就是说 他要去招那个酒店的 民宿店长 然后我一想 这个环境也不错 我也挺让留在厦门的 我说就去聊聊嘛 然后一聊 非常投机 然后我就是在厦门 坐了有三四个月 酒店的一个运营 但是你写的是合伙人啊 对 你是怎么能够 我不能用忽悠这个词 混成合伙人了 你怎么跟他谈判 咱用谈判吧 他有标签啊 你怎么把自己 谈到了合伙人的高度 没有 这个不是我去找老板的 是后来他过来找我谈 给我一块做民宿 那我更想知道 你怎么把他给谈来的 是因为当时 我是在这个酒店 坐了四个月 四个月呢 然后我当时想着 民宿啊还不错 那我就想着 我去自己去坐一下 我当时是拉我了 一个朋友 一个合伙人 我们共同去坐了一个 收间房间一个民宿 坐了有四个月吧 然后你把他酒店 又给做转让了 对 我给他转让掉了 然后转让完之后呢 我这个前民宿老板 他就过来找我 他说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 乡村民宿 可以给这些大城市啊 这些白领啊 解压的地方 大家可能找一个 坐上可以发贷一整天的地方 他想打到一个 这样舒适的地方 那我说可以啊 但是这个老板资金不足 那当时我也是 就那么一点资金 然后他就说 这样 我拿信用卡 我去贷款 然后砸了一块做 你出了钱 我来帮你垫 但是亏了 我们来承担 那我想 那就做吧 这老板 这倒够实诚的啊 多希望这样的老板 我们的舞台上 能多一些啊 是吧 对 而且我们好想学习一下 你当时 你觉得你谈判的 关键点是什么 其实我人生 拿了很多次投资 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能拿完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就一点 我说每一个项目 我是非常自信的 他不告诉 他就是不告诉 我觉得 这个事我必成 透露一点 就刚才那个老板 你是怎么把他 关键点说服的 本身他自己 就有这个意想 那我做了 就是临门一脚 我踢你进去 能不能告诉我们 临门一脚怎么踢的呀 这个 你看你要结婚 你要买房子 马上就有小孩了 我说咱得挣啊 挣钱了 咱得加速发展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调查 调查问我 我说这个地方 它就是好 咱就可以做 然后他经过两天以后 他主动找我 他说 其实我自己 是犹豫不绝了 但是是你 给我坚定的信心 我愿意 一块跟你一起做 酷 酷